朋友们,大家好,这期我们也见面了 那么这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机制栽培这个过程中 我们上一团结束之后,我们怎么样去调理机制 大家知道这个肥料,绝大部分的肥料 它属于是生理中性或者是偏检性 因为这个肥料它本身属于是无机盐,经常性使用以后 咱们这个机制它就容易偏检 再来说,有些朋友们从当地的牛粪很容易搞到 那么牛粪作为一种机制载体 本身牛粪它就偏检性 所以说我们上一团结束到下一团开始定制之前 我们都要去用清水去洗盐分 或者说呢,我们每隔比如说一个月或者是隔两个月 我们都要去滴这个清水去给它洗这个盐分 那么看我之前这个视频呢 大家知道我手里面这个是一个测pH值的一个东西 然后插到土壤里面,到这个位置呢 就可以看出来这个pH值 那么上一次我们测的这个pH值呢 还在7.25到7.8之间 那么现在呢已经栽上苗子大概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了 那么前期呢,当然我们是以清水为主 那么到现在这个机制呢 现在呢已经达到就是6.8左右 非常适合番茄生长的一个机制的环境 我设定是将其他的内部